節目。 關於龍潭最高速耶穌灣 耶穌灣啊 讓我講完 耶穌灣進去的速度 往往耶穌灣是整個龍潭最危險的灣道 之前的失控往往不是全回就半回 甚至於重則車廂 然後輕則車子都最早水廂 甚至於人中都會受傷 所以,關於耶穌灣,路灣的部分 除了說很多車要到四檔,甚至三檔拉丑煞車 那請問阿志謙,你在耶穌灣的處理上面,你在車子裡面大概什麼感覺啊? 其實耶穌灣啊,我們在進去的時候,盡量就是你不要怕那個高速啦 盡量就是要把屁股,就是把車尾要做滑移的動作出去,讓它滑出去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避免說你車頭去對著耶穌灣的那個地方 去對耶穌愛你啊,耶穌愛你沒有了嘛,對著飛達這樣上去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克服那個心理障礙 然後一開始我們動作,退檔的動作幹嘛那些,就是要在進彎前都要做好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那個班主任這邊特別提到,對以前彎道的處理,我還回想到十幾年前我第一次甩尾的感覺 盡量就是說在彎道裡面,把車子貼彎的極限,盡量先把它找出來 那如果你想安全,想慢慢完成整個耶穌灣的滑胎動作咧? 我建議你入彎先不要滑,在出彎的時候先讓,對讓車子做一個失控 對,沒錯沒錯沒錯,先讓車子做這樣的動作出來,這樣會比較保險啦 所以重點是要先學會救車 就是說在,先學會救車的整個甩尾的重點應該是在出彎用動力太大 產生滑動的時候先做一個救車的一個訓練 然後慢慢的在彎中,延續那個甩尾的距離 然後再來就最後是最高的技術,是入彎,直接甩尾,那衝進去 整個從入彎到車頭面對牆壁,好像跟正常 那個這樣車頭面對牆壁的話就是,外星人的雪就冒出來了嘛 水香精嘛,綠色的啊 對,所以在其他的那個關於手肘彎跟龍潭的二檔的S型彎道 有沒有哪些部分是覺得拿捏特別重要的? 其實啊,在我們這龍潭的小彎道,其實它縮短不短,縮長不長啦 只是你要注意好油門的控制,讓怎樣可以把它跑順 好,我們一起去尋找一個遊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